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标之一 生活就是走走停停 欢迎回到马武朗的频道 这次来到了神户 神户市就在大阪市的旁边 也是一个日本的人气观光城市 从大阪过去乘坐轨道交通 大概就是20到30分钟的时间 这次先来一次即日来回的行程 漫步在神户的街头 会有一种仿佛在欧洲国家的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可能是跟太阳的照射的角度 然后跟这附近的建筑也是有关系的 我有点像就是在南法尼斯的那种错觉 当然它比尼斯会更加好 因为它整个城市非常干净 然后很开阔 非常非常喜欢这些感觉 神户在1868年开港以来 成为日本主要的国际贸易港之一 现在被称为旧居留地的神户园丁 在当时其实是外国人的居住区 所以这边有超多的西式建筑 身处日本也能够领略到浓浓的欧洲风情 逛着逛着 然后呢又看到了一个唐人街 是不是很有亲切感呢 大熊猫的贩卖机 是不是属于这个唐人街限定呢 好 现在身后呢看到我就是身处在一个叫做美丽坚公园的地方 其实呢也是神户这边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标之一 从画面可以见得到其实这边呢已经是海边来了 所以呢它其实是身处在神户港这边的一个区域 一线还有无敌的海景 已经成为了当地人还有呢 很多游客来到神户市参观旅游的时候呢 必定会打卡的一个地方 尤其呢是也看到很多当地人其实呢 在放假 尤其是今天周末的时候呢 也会带上自己家的一些宠物啊什么的 这边呢还可以看到一个叫做神户港移民船城传纪念碑的一个地方 就其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 神户市因为差不多是日本最早就是开放的一个城市跟港口之一 那所以呢当时很多人呢就从神户这边去到世界各处去移民 包括是南美啊然后美国啊这样子它呃成船然后上船的地方 就是正正在神户港这个位置 这一句呢应该是作为神户的一个slogan Be called 我竟然是有一种好像就是深圳的那个slogan的那个 来了就是深圳人的那个意思 诶我刚刚就一直在疑问为什么好像不见了那个神户塔 就是很有名的那个红色的那个塔的那个地表 那现在看到好像应该是这个 围避起来是翻翻修还是怎么样的 变成了好像一个烟囱那样子 据说好像是神户港嘛然后什么的 还有一些渡轮还有一些游轮在那边 可以坐船然后呢还着这个神户港的这个位置呢 可以去参观这样子的 哇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公园旁边的一个酒店的一个教堂 怪不得刚刚看到有一对新人在那边 就是在拍婚纱照什么的 刚刚隔壁这边呢就是美丽间公园 然后就是啊 这个可能也是属于他们的那个区域范围 我没记错的话呢 然后对面除了有摩天轮之外 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购物中心 然后可以逛一下的 但是今天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过去那边 赶紧过去先吃个午饭先 我们时间充裕的朋友呢 还可以在这边就选择这个 Cobby Bay Cruise 就是乘坐这些游船去 游览这个神户港这边的 你看这个线路就是这样围着这样一圈 然后他说可以看到 神户空港啊 大桥 然后海上滋味队 就是这个有可能呢 看到这个潜水舰啊什么的 然后价钱还不贵 成人就是一千五日元这样子 我想说其实就是把这个海边公园 作为第一个景点呢 还是对于发型上面是有一点点冒险 就是把那个头塞得好好的 但是被海风一吹 现在你看什么发型都没有 坚固不伤 然后现在我头顶上这个橙色的 这个高速路呢 就是连接大阪跟神户 就这边的半神高速 然后那边有一个一个岔路 开高速的朋友一定会经过这边 下一个大阶子 电梯 电梯 第一次 电梯 阔牙 电梯 电梯 接近 鳗 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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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呢 就像是在喝 一瓶很浓缩的鸡精的感觉 就这么浓的味道 因为我们家推的时候呢 觉得里面是有那个蘑菇的香味的 然后店家呢 就说它是鸡肉跟玉米 然后熬出来的 这个很棒 非常超新的 五常熟的酒 这样子点一点点 然后下注一下 此刻幸福的感觉 肉非常多 然后呢 这个的肉的鲜味感觉非常好 很容易取决 它的脂非常地香 朋友的那一盘 它就不是用神菇 它是一般的国产的日本的鸡肉 那个我觉得跟这个差别 其实没有那么大 其实我建议了点 因为一般的鲜肉已经是非常好吃 这个差别非常非常的细小 几乎可以 忽略不尽 哇 全部清函 太好吃了 强烈推荐 咦 忍者暖太楼哦 是不是一个透露年代 这样的东西 北野一人馆是神户开港以来形成的外国人居住区 整个街区是在可以眺望到大海的山丘地形上面的 你会发现呢 就超多人在我身后的这家斯特伯克 让我拍照的 为什么这么有名呢 这一栋的建筑呢 就是一个有限的文化遗产 它原来据说是日本第一家的斯特伯克 它所有的事情都透露了一些历史的感觉 哇 这里如果秋天来应该很正 它都有长过的红叶的雪 在这里 欧美风格的洋楼和传统的日式房屋互相交错 呈现着风格独特的景观 在这个街区 至今还有大约30栋 依然留存着当年样貌的西洋建筑 其中有16间是对外开放的 今天比较可惜的就是 这个神户北野美术馆本来还挺想进来逛一下 就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没有开放 就等下次了 这家呢竟然呢是酒店来的 在日本都几少见到这种酒店 除了可能在兴井杂那边呢 稍微呢 就是会有一些西式小小的 那在神户这边都有这种选择 各位闲逛散步之前呢 可以来这个艺人馆的按赖所 看一下就是散步的地图 主要有些什么建筑啊 然后它会有一个建议的散步的线路等等的 神户这边它整个城市的道路 跟大阪那边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神户这边它还是蛮多这种上斜坡的路 就有点像在香港的中环 还有这个上环的那一带 所以呢一定要穿一个就是比较好走路的鞋过来 好 现在呢我边走边试吃一下这个 SPECIA LOOV MITICAL 我不知道它SPECIA LOOV在哪里啊 嗯 果然是鱼软雪糕 它就是很稀薄的那种 你感觉上市很快会融 要比我们在麦当劳啊 或者其他地方吃的要浓上十多倍吧 它是可以媲美我在内蒙吃到的那种的 就是软雪糕 就是它好吃归好吃 但是呢它价格还是有点贵的 我觉得 就毕竟是500元 500元就等于是26块钱左右的人民币 就是这个价格你不好吃 都有点说不过去是不是 好 走了好多一粒 走了好多一粒 走了好多一级的楼梯了 现在呢都还是要继续往上走 我们呢就是上去这个天门宫那边 就是看一看 看一看这个神社 哇 怪不得这么多人上来 原来这边是可以看到一堆点的 就是不看到神父师的一些全貌 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还是蛮开阔的 这边是不是因为是神户的关系 所以它的遇生是牛 有属牛的朋友吗 真的啊 这边呢 全部都是球学业啊 什么大学啊 还有什么高校啊 合格这样的 然后这个神社呢 其实到处都是有这种红叶 虽然就是红叶季之再来的话 应该都是很美的 我想说这个位置都好美哦 好了 这次一日来回的快闪神户行程 就分享到这里 神户还有非常多不同的旅游项目 比如清酒工厂 海港沙滩 高原木厂 三大夜景等等 等着我下次再去做更多深度体验 尤其大把来回神户这么方便 我一定很快就会二刷和三刷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 麻烦记得按赞 评论和转发 有什么想看的日本题材也欢迎告诉我 喜欢分享更多日本旅游和生活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猫无狼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 生活就是走走停停 我是猫无狼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 by bwd6